的綠島遊客 仔細看才發現 底下是一隻寄居蟹 這幾年來千奇百怪的寄居蟹 可陸續出現 水龍頭 水管 或者是像我們那個燈泡 燈管有可能 可越來越少 阿姨 像我為台中 帶來的蟹子送給你綠島 別人吃剩 要丟棄的鳳螺殼 林仲利收集起來 親自送來綠島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了 有一位小姐從日本 扛了兩麻袋的這個鳳螺來 獻給綠島的這個工作站 所以我就用棘手之勞 每一個數字代表 每一個殼的這個編號 我們可以知道說 是到底是哪一隻去換的 寄居蟹從小殼換新殼 從原本小殼的編號337 到新殼的編號3464 研究人員發現 寄居蟹的家多數被人類奪走了 每年綠島遊客三十幾萬 每個人帶一個 其實就少了三十幾個裸殼了 保育志工白天在這裡 放置了數十個有標記過的裸殼 到了晚上我們來看 已經全部都不見了 因為他們變成了寄居蟹的新家 全部被搬走了 在綠島中寮港的沙灘上 可以看到遍地都是塑膠垃圾 像這一些都是寶特瓶蓋 其中這個卻是相當的特別 因為它並不是人為破壞 而是寄居蟹造成的 這個波浪狀的 像齒橫這樣子的東西有沒有 這個是寄居蟹用它的凹下去夾的 天然的貝殼很難找 人工的塑膠製品卻到處都有 放眼望去 似乎相當的白鏡美麗 但記者在這裡只走了一百公尺 就撿到了這麼多的塑膠垃圾 除了瓶瓶罐罐 在綠島的海岸線 也可以看到很多這種塑膠碎片 由於體積小 很容易被海洋生物誤食 這隻十歲的綠蟹龜沉濕海岸 保育人員解剖消化道調查死因 它真的是死魚垃圾喔 因為它很健康啊 慢慢的都自動攝帶喔 真的是保鮮膜耶 台灣本島和離島海岸 近年來大量海龜擱淺並死 光是海洋大學海龜實驗室 這十年來就發現 一百九十五隻擱淺的海龜 其中一百三十四隻的消化道 堆積太多塑膠垃圾回天乏術 從離島海域清出一卡車的塑膠垃圾 但看不見的塑膠微粒還在海裡 我們在檢食垃圾的時候發現 保特瓶變飽了 這些就是已經溶解在海水裡面了 那些塑膠的顆粒呢 會吃這些東西都是紫字魚 紫字魚吃了以後呢 大概幾個小時以後 它紫字魚就死掉了 人類濫捕導致成魚數量銳減 如今海中垃圾 讓還沒長大的魚也難逃一劫 我們的物質慾望 已經超出了海洋生物的承受範圍 觀光島嶼的命運 難道一定是生態浩劫嗎